作词曲 李宗盛 西方雀子 主位同修 及网路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接着 再来学习西方雀子 请大家翻开课本 第37月 倒数第三行 倒数第三行看起 诸地址 遇照相供养 请示法相 菩萨曰 诸地址遇照相供养 积臣已久 何当显示 但如尘劳中 我妙明内 即今显现 如等不能见也 又是我随机感化 身相不一 今但从本起修 可化作大笔秋相 面如满月 形体风围 着袈裟 做年发上 左手自欺 右手做说法相 右手做说法相 每一间放白毫光 光中有阿弥陀佛 结佳夫作 要须庄严向好 不得潦草 诸人文语 皆巩立思维 如是法相 那么这个一段是 跟随 杰明 妙行 菩萨 学习的 众弟子 那么他这一段是 那么他这一段是 弗姬的 那么借人的身体 来讲话 所以大家没有看到 把这个菩萨 他的法相 那么大家呢 想照个相来供养 就请示 心要照菩萨的相来供养 那么这个心啊 基就是累积 这个时间很长久了 大家都有这个诚心 要来供养菩萨 他的相 供养菩萨的法相 何当显示啊 就是说 这个何就是应当了 大家这么有诚意 要供养菩萨的法相 应当啊 要显示 给大家来供养 但如尘劳中 我妙名类 就是 这些弟子啊 都是尘劳当中之人 这个尘劳啊 就是还在六道 里面的凡乎 那么我妙名啊 他已经是菩萨了 所以我现在呢 要显出我 这个菩萨的法相啊 那么你们也见不到 就在你们眼前 你们也见不到 因为凡夫嘛 见不到菩萨 菩萨呢 可以见到凡夫 凡夫见不到菩萨 又我随机感化身相不一 随机啊 就是菩萨 他也没有一定的身相 随各种不同众生的根基啊 他来硬化 就像普门品啊 观世音菩萨 三十二硬身 硬以什么身得度 菩萨他就献什么身 而为说法 那么众生 根基不一样 就是同一个众生 时间不一样 菩萨呢 菩萨呢 硬化 这个身相也不同 所以 现身呢 就不一啦 这个像很多啦 随机 显现 没有一定的身相 那硬以什么身得度 菩萨他就献什么身 在什么时候 什么对象 众生需要什么样的身 菩萨他就硬众生的根基来 化现 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 菩萨从本起修可化作大比丘相 从本起修啊 就是从本来 他开始修行啊 就是他往生那个时候 这个前面我们有看到 是出家人 大比丘相 他可以化这个相 那么这个相啊 要面如满月 面如满月 就像我们现在呢 化这个佛像啊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就是他很圆满的 像满月一样 没有切线 所以化佛像啊 这个是比较标准 不能坏个瘦瘦尖尖的 下巴尖尖的 这个 就不合乎这个规格 当然菩萨呢 硬化身啊 他什么相他都可以现 乞丐的相他也可以现 大富大贵人家的相他也可以现 但是呢 从菩萨这个本啊 本就是他的根本 是面如满月 形体风味 就是 这是表法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相啊 都有他的因果 都有他的因果 那么如果你要表法 这个佛菩萨呢 像啊 一定要把这个福费 这个福是两族尊 福报 智慧 他都圆满了 所以要化 圆满像 化这个圆满像 也是在说法 每一个像 有他的因果 修什么因 他会得这个像 着加沙 坐莲花上 那么 左手置其 右手 坐说法相 这个我们看 有佛像啊 这个左手啊 放在这个 膝盖上 那么右手啊 比一个手势 就是说法 那么每一间 放白毫光 这个光中有 阿弥陀佛 结迦福坐 那么一般啊 那个化相 或者照相啊 就是 这个 顶上啊 都有化个佛像 像观音菩萨呢 他这个 这个 头冠这个地方 外尊化佛 那么这个 也是一样的 要需庄严像 不得潦草 有化佛菩萨的像啊 要合乎 照相 照相度量经 这一个规格 就不可以随便化 那么现在呢 这个 真正 懂得化佛像的人 也不多 照佛像 化佛像 如果你不是请一个 学佛的人啊 往往化了 变成人像 为什么会化成人像呢 因为他 会凭他自己的想法 他这个佛呢 手 佛菩萨那个 手 膝盖 手都过膝盖 他看到人啊 人没有 没有一个过膝盖的 都都在膝盖上 所以他就化人短一点 那耳朵也没那么长啊 看到人的耳朵没那么长啊 就化短一点 也没有那么 那么胖啊 化短 化瘦一点 那化到最后呢 就不是化佛像了 我记得 十几年前 我们陈永信基士请着 化家化一尊佛像 花了四万块台币 那陈基士一直要我去 拿给老像看 老像说 这个是人像 不是佛像 后来这个陈基士讲 老像说是人像 就是那个化家呢 他不懂化佛像的规格 凭他自己的想象 这个我都看过 那么画像照相 要照相度量经 在大上经有一部经 照相度量经 要依照那个规格 不能用我们凡夫的想法 看法来画 那就不是画佛像 那是画人像 那么诸人文理 皆拱立思为 如是法像 大家听了菩萨 开示之后 大家就站在那里 拱就是 这个 很恭敬的 站在那里 思为 菩萨讲的这个法像 大家就想 怎么去照 菩萨乃言 诸弟子 人人有个绝名妙行 不挤不离 再如诸人摸索不着处 时时出现 即今明白 更不需色相供养 愿见于他日也 那么这个一段菩萨的开示 就讲真话 讲真话 为什么呢 不管什么像 金刚经 佛给我们讲 凡所有像 皆是希望 那么这个 佛像 众生像 不管什么像 那都是 希望的 都是妄想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 我们根据这个像 见到那个性 是这个作用 所以人人有个 杰明妙行 杰明妙行 是每一个人都有 不挤不离 就在我们眼前 但是我们不知道 再如诸人摸索不着处 因为呢 他无相扶不下 你捉摸不到 时时出现 就是从来没有 不在的 无所不在的 其间明白 明白就是你真正误入了 明白了 那就不需要再供养 什么像了 因为呢 你见到十像了 那这个像 就是大家都有 都一样 都平等的 那么我们照这个像 也是根据这个像 所以金刚经讲 若见诸像 非像 即见如来 那么 觉悟的人 开悟的人 他都见到 十像 那么不觉悟 那么见到的像 都是希望像 他是见到像 没有见到性 所以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见到自己的自性 就成佛了 那菩萨呢 这一段的开示 那么就是 直接啊 指出 每个人 都有 洁明 妙行 不是他有 别人没有 你照菩萨的像 不是菩萨 才有洁明 妙行 那么 其他的人没有 是每个人都有 这个是叫我们 回头 去见自己的自性 所以 愿见于他日也 我们再看 下面这一段 沙定弘 因上止 欲 弃家 为生 菩萨曰 如 且莫 妄想 世事 世事如 做不得 如 但 正心 以 自心 正 身 以 自身 断 无意 之事 绝 无意 之有 归心 大 绝 愿出 迷途 一笔 红坡 知我 臭土 金 求 家辟 欺诸 藏言 如 向来 其受 宝生 当 助力 于此 不 多言也 这个是 扎定弘 因上止 就是 儿子死了 儿子死了 那么我们 世间人 这个白头发 送黑头发 这个也是很 悲哀的事情 那么 因为呢 儿子死了 他就 想要 弃家 为神 就想要出家了 出家 那么 菩萨 曰 如 且莫 妄想 事事 事事 如 做不得 菩萨 跟他 讲 真话 所以 你就 不要 妄想 要 出家 这个 事情 这个事情 你做不得 你没办法 那么这个 出家为生 在过去的时代 那是很不容易 在佛陀的时代 凡是要出家 佛都会 命这个弟子 用神通 观察他五百世 有没有善根 有善根 才可以给他剔毒 没有善根 不能给他剔毒 所以 在佛陀时代 出家 也是有条件的 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 过去 这个 是政府 在管理的 试验 深重 要经过国家的 考试 四出 四间法都要通达 才能够出家 政府 才发一个 杜碟 让你去剔毒 如果 没有通过考试 那不能 随便去 出家的 那么这个制度 到清朝顺治房地 那个时候才会除 因为顺治房地 自己出家了 他觉得出家是好事 何必给人家 限制那么多 那么在当时 似乎是好事 但是后来 印光祖师也 批评这个事情 后来 流弊一直出现 那么出家众 这个素质 越来越降低 那么到后来 流氓地痞 通通可以出家 欠人家的钱 没办法还 那就出家了 所以现在这个出家 这个素质一直下降 那么出家 这个形象不好 会给世贿大众 误会了佛教 这个关键 这个关键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敬老头上 常讲 说出家 这个饭是很不好吃的 不容易 那么这个是真正的 这个是真正知道出家 他的条件 他的任务 实在讲 如果 没有那个因缘 做在家居士 反而会比较 没有障碍 所以这个菩萨也是 劝这个扎定红 说你就不要这个念头了 劝他不要这个念头 说如但正心 以自心 用正心来 自自己这个心 以正身来自这个身 断无益之事 无益就是没有利益的事情 那就断绝不要去做 绝无益之有 那么这个朋友 如果没有利益 这个利益不是说 我们跟这个朋友 他能够帮我们赚钱 这个有利益 这个没有赚钱 就没有利益 不是这个义士 这个义就是 有益我们身心修养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这个学地址规 学传统文化 这些真正修得好的 老师 我们可以跟他交朋友 因为跟他交朋友 对我们有帮助 对我们修行 有帮助 那么没有帮助的这些朋友 我们就 敬而远之 你就不要跟他交往 跟他交往 对你没有帮助 反而有损害 所以绝无益之有 归心大绝 怨出谜途 这是归佛门 怨出谜途 就是 要开悟 结悟 学佛就学个结悟 一笔 红坡 知我 躁土 那么这个意就是 有余的地方啊 把它拿出来 补充不足 这个意思 不要教这个没有利益的朋友 不要做没有利益的事情 这样啊 教有益之有 做有益之事 那么这个就 对我们有帮助 经求佳辟 求佛菩萨加持 欺诸障眼 欺啊 就是欺除 各种障碍的因缘 补向来 其受保身 他说你 一向啊 就是祈求长寿 要保养这个身体 当助力以此 勿多远远 就是注意 利益就是努力 在这方面 去做 就不要多说了 那么菩萨给他开示 他想要出家 菩萨给他开示这段话 那么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例子 的确出家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现在 这个佛门里面啊 出家众 就不多了 特别年轻的出家众 也是非常少 那么现在 如果说 有人要出家 年轻人要出家 找到我啊 我实在压力会很大 你说我又没有深通 去观察他过去式的善根 他到底善根有多深 不知道 那么现在这个花花世界 他来出家啦 他能不能抵挡的 这个花花世界的诱惑呢 有没有办法 那么我也没有能力去教他 也没有能力 没有时间去照顾他 你给他收了 那怎么办 如果说年轻人要出家 我是 比那个八十岁要出家的压力还大 八十岁我就比较不怕 因为 他该玩的都玩过啦 该享受的也享受过啦 差不多了啦 又老了 那个他就没有什么 大概啊 那个 也都快要往生了嘛 那些来的 现在老实念头求生净土啦 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他 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呢 我收出家大概六十以上的 还可以 六十以上 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 要增加到七十岁 七十岁就差不多了吧 你该玩都玩过了嘛 如果二三十岁 看到电脑你会不动心吗 那我又没有时间 一天到晚盯着他 你说他来出家 他能出家多久 这个 很难意料 除非我们有神通啊 可以观察他 过去世啊 有深厚的善根 那个是可以 不然啊 很难 所以我现在呢 大部分是欠老的人出家了 这个六十以上的 欠老的 因为老的呢 已经经历过 酸甜苦辣啦 人间该享受的 他都享受过了 那么像我出家呢 现在我是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我是没有很老出家 我是十几岁想出家 然后我父亲不肯 我听了十五年啊 三十四岁我父亲 往生满期 那天牢上就要出家 所以这个也是因缘不同 所以 现在这个时代啊 真的很不容易 那么下面呢 这个是扎定红 又请教菩萨 定红乃 问奉教词金刚经 但诸自去有不同者 当从何本 得无差妙 菩萨曰金刚波罗密七字 并无差妙 这个扎定红 听了菩萨 这番开始 他就接着请问菩萨 这个奉教 那么他 菩萨呢 叫他持金刚经 持金刚经 那么他是金刚经啊 很多种版本啊 诸自具有不同者 这个 江卫龙老居士 金刚经讲义啊 他把历朝历代 所有金刚经的版本 他做了一番整理 那么哪一个版本 哪一个藏经的版本 不同的 他都找出来 那么这个 是明朝时代 那么江卫龙老居士 是民国时代的 那么我们现在 如果去看这个 江卫龙老居士 他给我们整理的金刚经啊 那么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版本不同的 字不一样的 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 都推崇 江老居士 这个金刚经讲义 那么他的金刚经啊 可以说是 历朝历代啊 极大臣 那么这个 扎定宏 请问菩萨啦 金刚经那个 字迹不同 版本不一样 那要依哪一本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依哪一本为标准 才没有错误 那菩萨就给他回答了 说金刚波罗 波罗蜜七个字呢 并没有错误 这七个字没有错误 这是经题 这个经啊 没有错误 那么一部金刚经啊 就是讲波罗 波罗蜜嘛 波罗就是自性的 智慧 你明心见性啊 那就是波罗蜜 波罗蜜是印度化 翻成中文意思是 道彼岸 道家的意思 我们一般讲 功夫道家啦 什么叫道家呢 学佛什么叫道家呢 你见到你自己的自性 就叫道家了 就叫波罗蜜啦 开启自性的波罗智慧啦 心经里面讲啊 照见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恶 就到家啦 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跟金刚经 同样是波罗蜜 那么金刚经对我们修学 任何一个法门啊 都有它的需要 金刚经啊 破我们执着的 我们执着呢 这个修净土啊 不用破到那么 深 就是浅一点的 那么对我们减轻执着呢 那这样啊 我们往生西方啊 就很大的帮助了 因为往生西方啊 重点也是放下 要放下 那么我们放下呢 放不下呢 因为就是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没有看破 那么金刚经啊 如果我们在这个当中 能够体会到一点 对我们看破放下呢 那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个江卫龙老基士啊 他是教宗波罗 行在迷途 他一生啊 真攻金刚经 他是念佛求生西方的 金刚经啊 有很多记者啊 那个经过江卫基士的讲解 那么我们看了 真的会很有受用 那么此地菩萨呢 也是教这个扎定弘 奉持这个金刚经 那么他问这个版本的问题啊 菩萨给他回答 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七个字了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这个是给他 开示啊 抓住这个金刚波罗波罗蜜 这七个字了 那就不会错了 不管哪一个版本 你只要抓住这个 就对了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一段 神天余有急 事共求是 菩萨曰 如今有急 尚未及时 当习诸千雷 安心端坐 念身无常 念事无常 所有望远一切放下 徐徐念一句阿弥陀佛 自然六成不生 一心清静 不为一如今生之急 即生死病根 亦从此拔出瘀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 是一位神天余 即是有疾病 他有病 那么有病了 他就色供求是 色就是摆设这个供养 那求菩萨来开示 开示什么呢 开示看有什么好的药方 来治他的病 当然菩萨知道他的用意 菩萨约 菩萨就给他开示 如今有急 尚未及时 说你现在呢 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疾病 但是呢 还不至于马上就死了 尚未及时就还不至于 马上就死掉 那么当 习朱千蕾 当就应当了 你现在有疾病啊 习就是子习 子习朱千蕾 千是牵挂 蕾是蕾罪 就是你把这个心理上啊 这些牵挂的事情 累赘的事情 把它放下 就是我们一般讲啊 放下万言 这些通声放下 那么这一句是重点 这一句是重点 如果放不下 那么这个病啊 就很难治 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万言啊 放下身心世界 再严重的病都能治 这也是真的 所以当习朱千蕾 真正彻底放下 放下身心世界 安心断坐 这个怎么安心呢 心怎么样才会安呢 放下就安了 这些放不下呢 那怎么安也安不住 心为什么不安呢 没放下 放下呢 他自然就安了 所以安心断坐 这个断坐呢 是表示定的意思 因为行住坐卧啊 这个坐姿呢 表示说坐在那边啊 就是人身体啊 定在那个地方 是用这个标法 如果你这个心不安呢 能端坐那边 心里还是浮事乱想 那这个不是这里讲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安心端坐了 身体是端坐在那里 但是心里是浮事乱想 心并没有安 所以要安心端坐 那么你能够真正安心 那你身有没有端坐 都没有关系 你真正做到安心 行住坐卧都叫端坐 要懂这个意思 如果你这个心没有安啊 你坐在那边 摆个样子 其实心里乱七八糟的 心根本就不安 甚至在那边端坐 根本就没有安心 那个不是真正的端坐 所以安心端坐 这个意思要明白 你真正安心了 行住坐卧都叫端坐 所以六祖会能大师 教人坐禅 他不是叫你坐在那边 眼观鼻鼻关心 不是这样 他主要叫你安那个心 那么你安心端坐 这个心安定下来了 习诸千蕾 心定下来了 心定下来呢 那么你才能起关照 这个念身无常 念是无常 这个念啊 就是观念 你的念妥观念 念什么呢 念这个身是无常的 为什么身是无常呢 身 有身就必有死 有身就有灭 所以他是一个无常的 所以他是一个无常的 不是永恒的 是无常的 念是无常 是这个世间 时间也是无常的 时间一分一秒啊 一直过去 也是一个生命 也是一个生命 所以金刚经讲啊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个就是念事无常啊 三心不可得 你讲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嘛 不可得 你说现在 现在马上过去了 现在也不存在 未来 未来还没有到 所以三心不可得 这个过去 现在未来讲事 就是讲时间 这无常啊 刹那生命 所有妄言 一切放下 那这一句是 关键 妄言就是 希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切 人事物 因缘合合的 产生的现象 不管是善 或者恶 通通是 希望的 一个结合 这个叫妄言 那么这些呢 通通不要放在心上 一切放下 那么你这样 一切放下啦 徐徐念一句 阿弥陀佛 真的放下 妄言 就是徐徐就是 不急不凡 就是念这句 阿弥陀佛 这样啊 一天到晚 就是这句佛号 不急不凡的 一直念下去 这样念啊 自然六成不生 一心清静 自然啊 这个六成不生 一心清静 心清静了 不为 欲如今生之急 他说不但啊 可以治好你 现在这一身的疾病 其生死病根 亦从此拔除 连这个生老病死 这个生死病根啊 这样念佛就 灵根拔除了 那个生死的病根都拔除了 那是身体的病那就更容易了 那么这个例子啊 很多 最近我们牢上啊 常常在讲经当中提到东北刘树云 其实它是一个现代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 他得的是红斑狼藏 那个也是不好治的病 那么他到北京那个医院啊 被那个医院里面乱治一通 大概是遇到 也是遇到那个大夫也不是很高明的 那么给他治 他说治到一个人啊 肿得像皮球一样 治到最后呢 医生给他讲 你随时会死啊 治到最后说呢 你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啊 那他听到这样 那随时会死 那还留在医院治干什么 那回家了 早一点回家等死了 那回去了 得不再治了 因为治的呢 已经不像一个人的样子了 医生给他发出病危通知了 随时会死了 他听到这样 那就不用治了嘛 那么他真的是放下蜿蜒 他也没有求病好 那放下蜿蜒 他就是有阴连啊 听到我们牢上那个 DVD啊 那个他那个时候还不是DVD 是VCD DVD那个比较好的 他是大概 这个二十年前啊 牢上在新加坡讲的 那个无恙寿经 那么他那个时候VCD一片是一个小时 现在DVD可以一片可以录八个小时 VCD只能一个小时 那么一部无恙寿经早期讲的 不是最近讲的早期讲的 早期讲的比较简单 那么他就放下万年了 就听经了 听无恙寿经 念无恙寿经 他怎么听呢 那一片一集啊 一天重复听十遍 一次一个小时 那十遍就十个小时 那么听经之外 念无恙寿经 念佛 他真的放下万年 这样念了三个月呢 那医生给他讲随时会死 他念了三个月呢 好像感觉 越来越好 再去检查 那个病都好了 医生很惊讶 很不可思议 他说这个红斑狼仓 纵然好了 他还有横跡在 你怎么连横跡都没有 那后来呢 他自己去录一个 一个VCD 一个光碟 那么就是把他这个念好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09年 牢上回到高雄 治牙齿 高雄不晓得是哪一个同修呢 拿了一片 那牢上看到 这个是06年度的 听一听 看到这个人 这么严重的病啊 竟然念经念佛念得好啦 他想一想这个人不晓 他现在还不晓在不在 就请人家去打听啊 结果找到了 打个电话给他 他很惊讶 这人家要找老儿上啊 这个去找都找不到啦 那竟然老儿上自己打电话找他 老儿上就请他到香港 就是把他这个经验啊 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念这个《无量寿经》会几本啊 这个以前有很多同修啊 念这个经 治病很有效 但是念经啊 要自心恭敬的念 不能一面念一面打忘讲 要自成恭敬 就一直念 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那么听牢上的经啊 一天如果你一个小时 或者现在一集 讲一集是两个小时 讲一集 你如果听五遍就十个小时 也是可以 但是他这个就是要有一点定功啊 因为过去牢上啊 在还没有认识刘树营之前啊 早在大概十年前 牢上就在澳洲图文巴呢 说劝童修啊 他讲一个小时的VCD点 重复一天听八个小时 听八次 那么有一个局势啊 他就去听 一天听八次 我说你八次听得下去吗 他说哎呀 我听三天就受不了啦 受不了啦 我说你受不了 就不要一片听八次 你就一集一集的听 也可以 也可以 因为你一天重复听八次 他是有相当的定的才行 不然你听到最后 你会听了会厌烦了 你都听不下去 所以我现在你改变一下方式 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放下万年 那么放下万年啊 这句话我们常常听 但是呢似乎我们好像也很难放下 那么很难放下 总是对这个经教啊 道理啊 不是很透彻的明了 不透彻 听经啊不够 经教的信息啊 不够 所以还是放不下 也就是说 对这个宇宙人生 福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些道理 没有彻底的明白 所以放下就有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老阿公老阿婆 他不认识字 但是他真放得下 我们没有那个功夫 你要写也写不来 那个是有深厚的善根 你去写看看 他放得下 你能不能放得下 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呀 没办法 学不来 放不下怎么办呢 你要听经啊 要读经啊 我们不是那种根气的啊 我们是放不下的 所以现在呢 帮助我们放下 的确呢 我们老上现在呢 提倡这个 夏老基士 这个无浪寿经 废集本 这部经真的是帮我们放下 看不放下 他讲的详细 讲的清楚 讲的明白 那我们生活当中啊 现前住在这个世间啊 这个经啊 他讲的很具体 方方面面都给我们讲到 从做人讲到做佛 真的是大严满 所以这个经啊 帮助我们看破放下 如果你真看破放下了 那经也不要听 也不用读了 你一句佛号提起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放不下 也不能不听啊 所以一切放下 徐徐念你去阿弥陀佛 这个什么病都能治了 生死的病都能治了 那其他的病就很简单 那么这个刘树云基士 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啊 我们就有了信心 的确是这样 现在问题啊 就是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 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下面讲 如今事共求是 不过望我有神好方 以辱口节传辱 可亦辱吉 启示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 但此时时素颜交如而已 如若信而行之 争一服上品凡丹妙药也 那菩萨讲的是真话 那他说你现在呢 社供求我开示 我知道你的想法 不过呢 你希望啊 我有什么好的药方给你 治你的病 或者呢 有什么口诀 来传授给你 可以治疗你的疾病 启示菩萨无事等虚伪之法 那菩萨呢 你有这些虚伪的方法 但此时时素颜交如而已 时时就实实在在的 这几句话教你而已 如若信而行之 说你如果真正相信 能够去实行 那真的是一虎上品 凡丹妙药也 这个凡丹啊 意思就是 这个起死回生 凡丹妙药 那这个 一段 我们看起来 也是很 简单 也不长 几句 开示 但是非常 重要 那关键啊 我们要放得下 说妇虏一句 并从己作 凡有己除 色心清净 得场安乐 兼酒不变 同无量寿 那么菩萨呢 在给这个 沈天理居士讲 说 这一首祭 说并从己作 他并从哪里来呢 自己 造作出来了 凡有己除 那么自己 造作 还是要自己去排除 那么这个是 真话 所谓解灵 凡戏 戏灵人 那么自己造的 还是要自己去排除 并啊 也是自己造作的 还是要由自己去 解除 这个病 那么怎么解呢 色心清净 得场安乐 那么色心清净啊 这一句是重点 这个大色之菩萨讲啊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那么怎么样 色心呢 就是放下 万言 把心收回来 那么 洗洗 念一句 阿弥陀佛 那心就 回归到 清净了 这个叫 色心清净 那么这些万言 我们还放不下 那这个心就 达不到 清净 所以这个 关键啊 就在色心清净 你真能够色心清净 那没有什么病治不好的 生死病都能治啦 那这个身体的病 哪有不能治的 所以我们现在 敬老和尚啊 我们看到这首句 现在我们老和尚常常 在讲经当中提到这个 美国修兰博士 这个修兰博士啊 他帮人家治病 那他没有用医药 那个病人也不用带到他面前 只要把病人的姓名 年龄 他的地址 还有去医院检查的病例 你写信告诉他 那么远在几千里之外 一万里之外 他不用带去 他都能治 那么他的方法呢 就是 他把这个病人啊 的病啊 观想是自己的病 自己就是那个病人 就得那个病 那么他怎么观想呢 他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心里啊 好的不好的记忆啊 通通排除掉 那个 就是我们 佛们常讲的 放下万言 你好的不好的记忆啊 通通 不要放在心上 让心啊 归零 让心归零 就是我们 佛们常讲 放下万言 让心归零 回归到清静 然后啊 观想 那个病人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生 就是 就是那些病 根据那个病例 然后每一天啊 对这个 病啊 这个细胞 这个身体讲 这个 感谢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对不起你 没有好好给你照顾 那每一天啊 这样讲啊 放下万言 他讲这个话 讲半个小时 那这样啊 每一天 半个小时啊 经过一个月 他自己 这个身的病 好了 没有了 那么对方的病 也就好了 那么他治疗这个 好的案例啊 这个病例有 几千例 实际上 治好了 那么他这个 刚开始啊 听说是一个 好像夏威夷 一个精神医院 一些精神病患的人啊 那个医院啊 没有办法去治疗 打针吃药都没有效 那个精神病人 一发作 就是要打人 要杀人 那么去找到他 用他这个方法 那个治好了 信哥治了几千个弟子 那么也曾经 好像去年啊 到香港去拜访过牢上 那么他讲这个话啊 都能治这个 那么严重的病 那么一句 阿弥陀佛万德侯明 那比他那几句话 那不晓得 书胜多少啦 他那个几句话 都能把那个 严重的病治好 那一句佛号啊 佛果地上的万德侯明 那有什么病不能治呢 现在问题是 我们放不下呀 问题是在这里啊 他放得下 我们放不下 增广的下 没有病 不能治 其实讲 印光祖师讲 其实啊 我们真正的病根 就是贪嗔吃 贪嗔吃 三毒烦恼 你有贪嗔吃 如果你能够修 如果你能够修食散烈道 不贪 不撑 不吃 那个病根 没有啦 身体有 有点毛病啊 那个都 没有什么妨碍的 问题最严重 那个贪嗔吃 那个病 那是 病根 所以印光祖师在文操 给我们开始 如果你没有贪嗔吃 你修食散烈 不贪 不撑 不吃 身体 再有什么样的病 都没有危险 因为他没有病根嘛 那么我们这个贪嗔吃 如果越严重啊 那个一点点小病 那就很麻烦 其实贪嗔吃 才是真正的病根 所以我们要修地质归 修感应篇 修食散烈 就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三根能修好了 那身体上的疾病啊 有一点病也没有什么危险 那何况啊 又能够念佛 哪有不能治病的呢 所以我们这个病治不好啊 还是要反省自己 还是要检点自己 自己这个心不清静 心不清静啊 找什么医生 找什么药癌 没有用 医生啊 他能治病 不能治命 你受命 你受命没有啦 神仙来也没办法 所以医生 他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那佛法呢 命也能医 病也能医 你看啊 得偿安乐 坚久不变 同无量寿啊 你说无量寿啦 你说不会死啦 叫无量寿啦 就是了生死啦 那么这个我们有病的时候啊 那这一段我们要好好的深入 常常深入 那深入呢 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功夫啦 如果我们还不能深入呢 我建议大家呢 我们牢上那个经要多听啊 他讲的多 讲的详细 那么这个几句话呢 你就懂啦 你就放得下啦 你根气很 很好了 我们牢上讲那么多 我们都还听不懂 这样讲简单几句 你就懂啦 那你根气太 太好了 讲的很明白 讲的很多啦 都还听不懂 那么听不懂要多听 要多听 坐在那边打瞌睡 还是要让他打瞌睡 要多听 我是建议这样 因为你放不下嘛 你放下不用听啦 你及格啦 可以去念佛啦 你放不下 哎呀我念一句佛号就好了 我知道啊 人家骂你一句 看你好不好 那马上就跳起来了 那个不是开玩笑的 那是真功无王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菩萨士达本曰 如欲救命心地 极为有志 但你一肚皮沙千随否 本来面目真空真净等化 实时赛却如何作得 你若要做必须将此一啰唆 抛向东阳大海使得 不然妄却用心 勿却功夫已 不如底底确确念一句阿弥陀佛 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一举而两得 极是便宜也 那么这个是菩萨给这个达本 开示 他说你一救命心地 极为有志 那么 菩萨给他讲 这个达本他想要救命心地 救命心地就是 救就是参救 明心见性 达到这个地步 那么你有这个志愿 非常好 极为有志 你是很有这个志向 那么这个是给他一个赞叹 到学佛啊 不管修哪个法门 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救命心地 所以一般法门啊 要修到严满 我们一般讲 毕业啦 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显教密教 任何法门 修到最终的目标 就是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那么这是一般法门 都是这样 那么我们净土啊 它是分两个阶段 我们第一个阶段呢 先求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呢 再跟阿弥陀佛学明心见性 是分两个阶段 那其他法门是一个阶段 在这个世界呢 你就要修到明心见性 那比较困难 那么我们分两个阶段呢 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净土叫义行道 那么这个菩萨给达本 开始说 你义旧明心地 旧啦 参旧 不是研旧 残 才会开悟 你研旧落在意识心 永远不会开悟 但你一肚皮啊 沙迁随佛 那么这个沙迁随佛 他们这些同修啊 都去修修仙了 练丹啦 就是练这个 这个道家呢 就练丹 练这个仙丹 这个丹练成啦 那一吃下去就长生不老 是修罪等 他说你修了一肚皮啊 你一肚子里面都是这些东西 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啊 这些千杀随佛 那么去修这个啊 有这个习气在 那这个这些东西没放下呀 这东西没放下呢 本来面目真空真境等化 这个 故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个禅宗讲的 这个真空真境这些话呢 你这些东西 放在心里 把这些呢 真话呢 都实实塞接 都塞住了 被你这些习气啊 塞住了 如何做得呢 你要明心见性 你怎么明心见性呢 你若要做 你真的要做这桩事情啊 必须将此一啰嗦 你以前修的练的那些啊 通通啊 抛向东洋大海 使得 通通丢掉 要丢得干干净净的 不然呢 不然呢 网窃用心 勿窃 功夫 不然呢 你去参禅啊 你不会开悟的 那不会开悟呢 那燕王啊 你用那个心 也耽误你的功夫 意思就是浪费时间啊 你修到最后 也没有结果 浪费光阴 没有意义啊 不如 的的确确 念一句 阿弥陀佛 他说呢 你不如啊 你 的的确确 就老老实实 念这句阿弥陀佛 老实念 其他通通丢掉 那么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念阿弥陀佛 也会开悟啊 大四字菩萨 念佛原通章 不是讲吗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不缴方便 自得心开啊 你也不需要 再用其他方法 就念这句佛号 你只要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继 你一直念下去 就会开悟了 不行 就要用其他方法 明心见性啊 所以明心在世 生极乐在世 那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在这里 这句佛号啊 一举而两得 又能明心见性 又能生极乐 念这句佛号啊 一举两得 那么你参禅啊 你没有开悟 没有作用 参禅啊 你不念佛 不发愿 求生 净土 你不能往生 你又不能开悟 都没有成就 那念这句佛号呢 纵然没有开悟 也能往生啊 那没有开悟没关系啊 到极乐世界呢 见了阿弥陀佛 那一定会开悟的 古大德讲啊 但得见弥陀佛 何愁不开悟呢 那你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 你还怕你开不了悟吗 所以啊 这是一举而两得 极是便宜 那是最便宜的 那比参禅要便宜 那么你练佛能练到开悟 当然最好 不能开悟啊 还能往生 往生就必定开悟 所以一举两得 那你参禅呢 你不开悟 那是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这个开示啊 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 吴朽问 云何养仇主妇 菩萨曰 世间所谓孝责 以何为善 曰能敬仰 能为善 以无妄先得 菩萨曰 此虽孝而有限 唯能发大愿 修出世法 若道成果满 岂但伏己九主 己历解怨亲 祭蒙己托 如能专修净土 是为大小 那么这一段开示呢 也非常重要啊 这个吴朽啊 请问菩萨 因何养仇主妇 养是对上 对我们祖宗 仇啊 是 这个仇报 报答祖宗 这个恩德 那么人能够想到 祖父 自己的祖先 那这个人啊 就有善心了 那儒家讲啊 这个祭世祖先啊 这个 圣宗追业 明德归后 人心啊 归于后道 如果自己的祖宗 他都忘记了 你说这个人 他怎么会做好人呢 他说心多好 都是骗人的 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 都忘记了 他还会对谁好呢 他大概只有对自己好 实在讲啊 对自己也不好 所以菩萨约呢 世间所谓孝者 以何为上 那么菩萨就问 吴朽啦 那世间人啊 所谓孝 世间人所讲的孝 孝养 顾母 孝敬祖先 以什么 为最上的 最上的 最能表达 孝道的 因为能敬养 那么这个回答呢 就是 能够恭敬 供养 父母 那么 这个敬 养 这个敬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供养父母 主父母 我们他没有吃的 给他吃 没有钱用 给他用 但是没有恭敬心 这个也不能算是笑 所以儒家呢 孔老夫子讲啊 说你家里养一条狗 养一些动物 你也供养它 对它没有恭敬心 如果你供养父母 也没有恭敬心 那你跟养那些 那些动物 不是差不多吗 所以关键在 敬 这一个字 有没有恭敬心 敬养 能为善 能够恭敬 供养 能够 又能够做善事 以无望先得 就是没有忘记 祖先的这个德行 祖宗有德 对祖宗没有忘记 那个是世间 孝最上的 最上等的孝 孝道 所以这个月 我们敬老和尚 非常重视祭祖 我们这几天 我们一些同修 在这边排演祭祖 祭祀祖先 那么这个也是 做给世间人看的 现在人都忘记祖宗 忘记祖宗 所以我那天在高雄 我们钢山 敬忠练佛会 那边高雄地区 同修办一个 系练法会 那么 我也跟大家讲 那个是 祭祖 系练法会 我们现在提倡 这个是非常需要 因为现在人 特别年轻人 他没有祖宗的观念 比较年纪大的 还有一些观念 今天年轻人没有 所以我到高雄看 看那个学校 贴个横布条 说这个 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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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什么活动 那我去看 大学生 高中生 中学生 小学生 连幼稚园 圣诞老公公 圣诞节来了 就戴个 圣诞老公公 那帽子 大家都知道 耶稣 圣诞节是 纪念耶稣 他 知道耶稣 每一年都要知道 过圣诞节 要纪念耶稣 他家的祖宗都忘记了 那么 那个 纪念耶稣 是不是真的 也假的 但祖宗都忘记了 会纪念耶稣 纪念耶稣是什么 借这个机会 吃喝玩乐 圣诞节 干什么 狂欢 是借这个机会 所以 那个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前面菩萨讲 绝无意之事 那个就没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利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重视记住 这是世间孝 以无妄先得 那么菩萨耶 这无朽回答的是 世间的孝道 能够这样做是最好的 说此虽孝 菩萨说 这个虽然是孝 世间的孝道 而有限 说实在话 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孝 我们都做不到 这个有限的孝 还是要从这个有限的孝 先做起 才能达到无限的 唯能发大愿 修出事法 唯有能够发大愿 修出事法 若道成果满 岂但伏己九主 即利杰愿亲 继蒙解脱 不但自己的祖先 所谓一直成道 九族升天 不但你这个福报 批印自己的祖宗 就是利杰的 冤亲在主 都能得到解脱 跟你有冤 他也得利益 他也得解脱 他也张光 他说 如能专修净土 视为大孝 你能够专修净土 往生极乐世界 就成佛了 他就进了大孝 这是初世间的孝 那么初世间的孝 世间的孝也不能没有 所以我们敬老和尚 千人念佛求真净土 那么一方面 做这个世间的祭祖 也是给一些 学佛 没有学佛的 这些社会大众 提醒他们 不能忘记 祖宗 要尽孝道 好 今天时间到了 那么我们 就先写到这一段 这个西方切子这个书 的确对我们 练佛人 很 具体 很贴切的 一些开示 对我们练佛人的开示 非常 切中我们 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大部分也都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些开示都很简短 很惊要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不能啊 这个初心大意看过 初心大意看过呢 你就体会不深 体会不深 那么对我们修行 这个帮助 就起不了作用 因此啊 我们一般人啊 还是 敬老和尚讲的大经纪 这个 讲得详细 你这个听了 再来看这个 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 读了无量寿经 会几本 再来读弥陀经 你感觉就不一样 我们读弥陀经 弥陀经讲的简单 我们读了 体会不到啊 感受不到啊 那大经读下去 再看 哦 才知道了 弥陀经讲的五拙二世 什么叫五拙二世 你才明白啊 不然我们念一念啊 我们明白什么叫五拙二世吗 不知道 除非我们看偶遇大师 临时大师的注解 不然我们 初心大意啊 体会不到 好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此地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